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看一个 之前曾经发过的项目 这个实时肖像 这个项目非常的有用 但是我发现发布之后呢 大家有一个统一的问题 就是这个 它会报错 这个报错的原因呢 就在于这个文件 它是需要把这个 ONX 这个后缀的这个模型 把它转换成这个 这种模式的这样一个模型 所以呢这个 转换的需要的时间比较长 而且对这个系统的配置呢 有一些要求 我看有不少人 这个没有办法转换 所以我这边呢 把这个项目重新整一遍 那么今天呢我们 给大家发一个 修复之后的一个包吧 大家可以重新下载一下啊 之前那个版本可以删掉了 然后我们还是启动 然后这个 这个地方呢 给大家放了一个转换模型 这个模型呢 我已经帮大家转换好了 全部转完了 大家看这个 里面啊 大家看到这边有个地址啊 点一下 那么这个是我们的这个 使用界面 这个 因为上一期呢 这些选项 我们都说过了 所以就不再重复了啊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看一下之前的那一期的这个 详细属性的一个讲解啊 我们今天呢就直接做例子 然后这边我们随便选 这个吧 小女孩啊 啊 这个动作很大 比较适合做演示 点这个开始啊 大家看这个速度啊 速度是 非常快的 十来秒 呃 显存的话 2.7 因为我本身机器还开了一些别的东西啊 所以这个显存的占用呢 真的是非常的小 好出来了 呃 看一下结果啊 这个是这个图片 这个是这个图片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视频跟视频 视频跟视频也是随便选一个 这个吧 还是这小女孩啊 我再来一个 这个速度是没有任何问题啊 我们稍等一下 出来了啊 看一下效果 这个效果没问题啊 呃 然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动物 三回演示的话 忘了这个动物这个事 呃 然后我看有人给我说过说是动物有问题 动物没法用 呃 我把动物这边也整理一下 我们看一下这回这个动物 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好 大家稍等 好出来了啊 看一下动物 大家看到了这个就是动物的效果 呃 这个动物呢 我们可以再换一个这个写实类的这个动物 给大家看一下看行不行 啊这条狗子啊 然后下了条狗 然后我们换个动作吧 这个 然后看一下这个行不行啊 然后运行 速度一流的快啊 好的出来了 看一下 这个效果非常的棒啊 没有任何问题啊 那么今天内容就得先 呃 大家试一下这个新的版本啊 新版本应该是没问题了 大家拜拜 对吗 对吗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对吗 对吗 谢谢大家 这样子也能够 你们这些呢 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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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吗